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个是你孩子 半哥 你真厉害 没蒙对 我再猜一遍 叔 你先别猜了 他就不是我们爸爸 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他 他要带我们走 从头我们下都说哭了 是吗 孩子过来 你往后搜 站住别动 自我介绍一下 永春 胖大海 胖胖 上海 胎 胖胖 胖胖 胖 那 兄家 我冒昧地问一下 你说我现在是扶你起来呢 还说你躺着歇会儿 别怎么用去 就问你怕不怕 我太怕了 孩子们 别害怕啊 有叔叔在没人敢碰你们 就问你 叔叔 我俩是政府 能扶起来吗 你干嘛呀兄弟 我刚下班我路过 我看他们两个正玩 玩呢我走半道 我想不对劲 你说这孩子两个人 身边没有大人 走丢了怎么整啊 我就回来了 你回不回来 大人那是那么好找的吗 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 是把这两个宝贝 送去找保安 是 我就是这个园区的保安 你咋证明你是保安 我穿着衣服 下班换了 啊正 哎呀那个正也在那个衣服里 你这样我给你敬个礼 你感受一下行不行 嗯 这这这一种你好 你别别别去 不是怎么呢就这就证明你是保安了 这这 是还不精神吗 那我再给你来一趟 你看我干嘛 你干嘛 大哥你是搓到耳朵 我让你一边去 走孩子 带你找邓宝啊 哎 等一下 不是你把孩子带手干什么呀 你凭啥呀 凭啥 你问问他们 我面善呢 孩子们都相信我 小朋友 小朋友 我是好人 跟我走 别害怕 别害怕 叔叔带你们找爸爸找爸爸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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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聊是一伙的呀 什么呀 我屁啊 哎 干啥呀 你说说看流星雨的话 在咱小区那个楼顶那个大天台 那视野多开阔呀 小米粒 你是不知道啊 我把咱们全小区的地形勘查了一遍 观看流星雨最佳的地方就是 干啥呀 是不是 当我们俩拿了 气热了 还意思 你俩干啥来了 看流星雨啊 请你俩上那边看去吧 还意思 请会选地方呀 这是最好啊 这是刚才流星雨最佳的地方 我已经战胜了 这是我的地盘 什么妈呀 你要不要点你大脸呢 请你名了 这一片都是咱小区的公用地方 没写我名 我搬砖头了 我先再看点 等会儿等会儿 黄小泽我问问你来 我问你 你搬这一堆破砖头子干啥呀 我盖鸡窝呀 咋的呀 妈呀你要盖鸡窝呀 咋的呀 哎呀你太有才了 物业吗 哎 黄小泽啊 要在咱们花园的正中间盖个鸡窝 什么玩意儿 罚款呢 罚多少啊 妈呀 罚那么多呢 哦行 接个电话来 那个 我现在就给鸡窝板奖 那个 小米铃 走走走快走 我不走 你说你啥事能干明白吧 估计现在天台都让人站满了 我呀 要跟我二姐二姐不在这看了 你走吧 二姑二姑说 你俩咋这样呢 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和小米铃单独相处的机会 你们这些 已婚人士就不能体谅一下我们这些未婚青年的感受吗 就不能让我们小孩吗 哎妈 网友倩 你咋那样死的呢 真是 我跟你说 四十年一次流行语啊 等下次我跟你二姑都七十了 那你这晚辈就不能让着长辈吗 对 晚辈得让着长辈 不让 就不让 让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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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 人家二女说的对 就得让长辈 在这里我最大就得先让着我 大姐 你来干啥来了 看流行语啊 四十年一回 这就是最好的有利地形 我当然让你来了 不是我不让你啊大姐 你看吧 看流行语 我跟前准方准备两码闸 人们二岁最不济 还准备两块砖头 你带啥来的 一身肉啊 大姐以后占地方得带装备啊 好嘞 刚才 来了 来了 让开 别碰着啊 让开让开 这个是我尝到眼的 你先吃着 那你这串大是哪呢 那我得疼我自己啊 这老婆娘 卖别的那么点自己吃的这么大 猪嘴 你干啥呢 你怎么跑这儿来偷偷摸摸吃洋红串呢 不是 我 哎呦我的妈呀 爸呀 这都是你吃的呀 根本就不是我吃的 不是你吃的 谁吃的呀 狗吃的 狗吃的 你拿过来 你拿过来 爸你不能吃 爸你不能吃 爸你真的不能吃 爸你不能吃啊 爸 爸呀 你怎么这样呢 你啊 你怎么控制不住你自己这张嘴呢 医生说了 你的身体已经不能再吃肉了 你明白不啊 啊 你像你偷偷摸摸跑去那吃 你对得起谁呀 啊 为了你 咱们家三个月都不吃肉了 你这么做 你对得起我吗 对得起妈妈 对得起全家人对你的爱 怎么就控制不住自己这张嘴 不就是个肉吗 有这么好吃吗 啊 有意思吗 真不能再吃了 明白不 肉对你来说身体没什么好吃 明白不 一定要控制自己这张嘴 啊 不是我问你 肉没有什么好吃的 明白不 再说了 这烤的也一般嘛 是吧 哎 二腰子来了 哎呀我的妈呀 还有腰子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就我要不好我吃这个补补吃啥补啊你腰不用补你腰已经够肥的了不能吃 你说你这样你对得起谁呀你对得起我妈妈你对得起我吗对得起全家人对你的爱吗 这有什么好吃的呀味道 味道 这个味道比刚才那串好吃多了 老板娘 来一下啤酒 啊 要啥啤酒啊 你看看你爸都哭成这样的 这点肉都都让你给吃了吗 我心疼的不是肉 我心疼我大骨耶 他一天工作忙了 累 多需要吃口肉补一补 可是 我老伴不让我吃肉 他们就得陪着 一陪都三个多月不吃肉了 三个多月 后天就摆片了 完了 哎 爱情之间一定样的 这个 冒昧的畏惧 你爱不爱我 我当你爱着 上来那像野猪精神的我来看着你 我告诉你啊 赶紧说你是谁 你不说你这属于私闯民宅 我可报警抓你了 别别别别 我说我说 那个 刚才吧 那个小米丽给我打电话 让我来跟她研究就是那个 婚姻大事 婚姻大事 对 黑色西装 你是我小米姐说的心里的那个她吗 她是这么说的吗 哦 她说我是她心里边的那个她 可不是吗 你好她哥 你好你好 你妈挺好的 挺好的 你爸挺好的 你家都挺好的 你谁呀 站起来 你破码张飞的盘问我半天了 你是谁 说不说我报警了 别报警别报警 我是小米姐她的闺蜜 我是小米姐她的闺蜜 闺蜜啊 啥是闺蜜啊 这是 她是 她是 拜哪呢 哦 怎么说呢 就是小米姐呀 在开心的时候 会第一时间找我分享 难过的时候 会第一时间找我分担 就连她未来找这下啊 也得先过 我这 我懂了 好朋友 财柄 这至少花老钱 这小米丁家书卦也没坏啊 哎 甜萌萌 你咋在这呢 她家水管坏了 我来看一眼 哥 过来 你认识她呀 其实是认识 简直就是认识 太好了哥 她呀 是小米姐给我介绍的对象 啥 她是小米姐给我介绍的对象 小米把她介绍给你了 那她是想开了 太好了 哥 我爸一眼就看上她了 那啥既然你俩认识 帮我多说点好话吧 抱在我身上 一会小米出来 你也要替我说说好话 咱俩互相帮助 哥 你都是我小米姐心里的那个她了 那肯定没问题 是吗她 她哥 她哥 这名我喜欢 放心吧 那个甜笨笨 冒签啊 一会你看着小米烈让她给我签个字 以后别叫我网友签 请叫我她 谁哥 哇哥啊 啊 啊